大家好,俄乌谈判破裂,昨天晚上等到1点多,也没有出来谈判的结果,就不等了,睡觉了。 其实也都知道,谈判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非军事化,永久中立化,还有去纳粹化,而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必须无条件撤兵。 不但要撤兵,8年前占领的克里米亚也要归还给乌克兰,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双方不可能谈得冷,就像当年的抗美援朝一样,扛了两三年的呀,所以这一次的谈判呢,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得了,甚至说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解决得了的,怎么也得拖个两年左右吧,所以俄乌这一次战争啊,短时间内不会解决的。 所以很多讲俄罗斯打的很慢,我觉得打的其实挺快的。 历次战争,你就像当年美国打伊拉克,小布什时代。 那一次战争啊,其实震惊世界,但是也打了29天,将近30天,将近一个月呢,伊拉克国土面积也小,沙漠一马平川,很好弄的,但事实上也没这么快。 乌克兰的国土面积更大,同时啊,普京也未必想占领乌克兰,没有时机议,我觉得普京要的是地涅薄荷移动,再加上奥德萨,黑海,所以为什么最开始就要占领蛇了? 他主要想控制的还是地涅薄荷移动,再加上黑海,进一步的目标啊,是想把乌克兰纳入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圈,纳入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循环当中,不排除会在基辅扶持一个傀儡政府,但是主要目标还是地涅薄荷移动,再加上奥德萨和黑海,主要还是这一块。 当然啊,为什么打这一仗,对吧,很多讲都是北约东获,俄罗斯呢,这个被困得死死的,当然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是好多年的事,乌克兰一直这么嚷嚷着,北约和欧盟呢,也一直就是吊着他,所以这个事一直拖拖拉拉的,所以现在真的有打仗的迫切性吗? 就因为这个原因,其实也没有迫切性,拖好多年,那继续拖着呗,北约也未必,对吧,想要他,欧盟也未必想要他,那你就继续拖着呗,反而你一打呀,北约欧盟都有可能会接纳布克兰的,所以啊,这也许是个原因,但肯定不是迫在眉睫的原因,我觉得迫在眉睫啊,还是俄罗斯国内有很难解决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呢,肯定是涉及到普京的 政治威望,任期,甚至他下台之后,对吧,他的历史定位等等,涉及到这些事情 那么经济问题呢,之前说过,也列了一些数据,俄罗斯的经济啊,并不好,非常不好 对吧,那俄罗斯的经济,尤其是出口当中,石油天然气,还有粮食,是他的两个大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 对吧,那如果能维持石油天然气,还有粮价,维持个两三年的上涨周期 对俄罗斯来说呀,就能缓过来很大的一口气 也是依据经济的原因啊,我觉得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啊,一两年的也结束不了 肯定要拖挺上世界,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对西方来说也一样,对吧,西方现在制裁也到极限了 到极限,其实没有特别实质的制裁 比如说踢出Swift的系统,详细看了一下啊 这其实还是前几年的制裁,现在又重新拿出来喊了喊 估计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制裁手段 这个踢出Swift的系统啊,是俄罗斯的部分银行,记住部分银行 这部分银行呢,前几年也制裁过了 其实也没有特别扩大制裁 有一句话叫穷控莫坠 还有一句话呢,叫做,对吧 不要把人逼急了,兔子急了也咬人 也就是说呀,你制裁的过于狠了 或者是像很多人讲的啊,这个普京如何如何要崩溃了呀 国内政权要倒台了,那这个书你就不要忽略 它是有大杀器的 它一定会用的,都要完蛋了 还能不用吗 不管是欧洲,包括中国 历代王朝,他都会总结前代的教训 其实明朝是总结了元朝的教训 元朝总结了宋朝,宋朝总结了唐朝 他也会总结更长的历史教训 但是更长的教训呢,往往并不是很突出 更多的是总结前朝 对吧,你像清朝把这个藩王都捐在京城里帮出去 对吧,和明朝的藩王 这个财政巨大的漏洞等等 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往往总结前朝教训 俄罗斯也一样,苏联解体啊 赫鲁晓夫啊,对吧 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你明明有淡淡,你怎么不用呢 有淡淡 对吧,所以对俄罗斯一样 就要很多讲的,对吧 哎呀,这个战争破裂就叫完蛋啊 如何如何 但问题是人有淡淡呢 真要完蛋,完蛋之前不会用的 一定会用的呀 这是基本的逻辑啊 我们讲这个世界 哎呀,我都要完蛋了 我还管什么世界啊 对吧,可能事也没有这么复杂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对吧,已经下令了啊 它的战略和威慑力量 转入战备状态 那么这就相当于呢 现在的白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及西部地区 国境的方向 为了针对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那么 而预备进行的 战术和核部队的换防 这一次换防呢 其实就是战术和部队 对吧 开始往 乌克兰周边这些地区集结 集结未必是为了打乌克兰 而是为了震慑 欧美 如果欧美集体下场 俄罗斯显示打不过 但是有蛋就能打过 战略核威慑嘛 大不了一起搞屁嘛 这有什么呀 同时呢 白俄罗斯也修改宪法 允许在白俄罗斯国境内部署核武器 这个 这一条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白俄罗斯国境内也允许部署核武器了 也意味着白俄罗斯也参战了 事实上呢 呃 在昨天晚上啊 这俄罗斯军队轰炸 基辅机场 白俄罗斯也参与了 白俄罗斯呢 也参与了 白俄罗斯也出兵了啊 那其实目前呢 这个拉脱北亚 美国 欧洲 很多国家 都允许公民以个人身份 支援乌克兰 也就是所谓的 泽连斯基的国际军团 这个所谓的国际军团呢 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成 这个各国派的志愿军吧 不以政府的名义 但是 其实是一种雇佣兵的形式 你像美国一些退伍老兵啊 等等啊 都可能会参与这个东西 对吧 组建一支国际军团 呃 这本是奔着打相战来的啊 就像之前说这个车臣部队 对吧 开进俄罗 开进乌克兰了 干啥也是打相战的 车臣部队也是打相战的啊 嗯 到底看看是车臣部队狠一些 还是这帮人狠一些吧 那最后啊 目前很多消息啊 对吧 基本都是假消息 我们看了太多的假消息了啊 如果看着这些消息啊 你感觉呀 这个乌克兰已经包围莫斯科了 对吧 天天看着呀 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被扶了呀 坦克 被抓了 被没收了呀 对吧 哪儿哪儿的对吧 被干掉了呀 都是什么 那乌克兰天天打胜仗 第二大城市都要没了呀 第二大城市都没了呀 对吧 这个 而且看最新的消息啊 这个俄罗斯军队呀 已经向基辅开进了 而且控制了整个基辅的天空 什么意思 拿到基辅的控制空权了 而且俄罗斯的军队距离基辅只有40公里了 拿到制空权又距离40公里 那对基辅来说手到擒来吗 所以俄罗斯 这个给基辅开了逃中通道啊 让基辅的市民随时离去 那意味着什么 给你时间 让你走 那你不讲打仗 有平民伤害 那我给你时间 你平民走吧 对吧 我给你时间了 当然很多人是走不了 没有钱 你忙着走 也看了 包括乌克兰的一些报道 对吧 这个有钱的人呢 这些商业巨头 早坐飞机跑乌中去了 跑比兔子快 对吧 有的一些呢 乡下的都回乡下了 那很多城市的 对吧 平民 他都没地儿走 只能躲在反共洞中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吧 包括让各国撤墙 给你时间 撤吧 该撤撤 把世界给你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会进攻基辅的 会进攻基辅的 目前看乌克兰方面的报道吧 基辅街头空无一人 大街上空空的 几乎没有人 同时吧 对吧 这个巷战呢 其实你对比巴格达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你就知道了 我觉得也 也就能和这个所谓的 这个国际军团打一打 我看基辅市民也没什么抵抗信息 都在逃 都在跑 街头也没有人 都躲在防空中 这哪有打巷战的想法 你对比一下当年伊拉克 包括阿富汗 包括阿富汗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进来 对吧 全民 拿着武器 等等的站在墙头上 都等着你来呢 但乌克兰显然不是这种状态 根本就不是这种状态 最后吧 对吧 乌克兰呢 这个事儿啊 他都讲 这个民众是无辜的 也不是 是政客 是乌克兰政府的原因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国家 斯莲斯基当时得票率那么高 你选上去的 他的一切事情 你都要承担责任 对吧 投他票的人 他的事情 你要承担百分百责任 因为他的政治权利 是你给送上去的 难道你没有责任吗 怎么能是他的事情的 这是你们的公益 这就是公益 对吧 同样的 对吧 搞这条制度 不一定都讲吗 大家 一人一票选的 所以他代表民众的意愿 代表民众意愿 代表民意啊 他不符合民意 对吧 不讲可以把它选下去 你怎么不选下去呢 你不用罢免程序 你也没有 你没有启动罢免程序 对泽连斯基的问题啊 对吧 是所有人的公益 所有人的公益 至少是乌克兰70%人的公益 对吧 当年得票率70%啊 得票率超高啊 对吧 就像这个弯弯的蔡太子 蔡太子对吧 假设我们统一台湾等等 你不用怪蔡太子 对吧 817万你要承担责任的 他的错误 他的坏事 你都承担责任 你投票给他选上去的 他的权利是你赋予的 他的确是你赋予的 你这个一人一票的制度 就是这个样子 历史工业 全民工业 这也跑不了 本来就这么个事 那好吧 对吧 最后啊 还是总结一下 我觉得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一天两天 一月两月结束不了 一年内能结束就不错了 对不对 因为还是要考虑 他背后的经济目的 但是啊 拖得长 烈度就会很小 就是这么种对峙状态 烈度就会很小 也就最近一个月吧 烈度会大一些 当然不排除 俄罗斯会开闭第二战线 第二战线 下一个视频详细说吧 大概两个方向 其实白俄罗斯插和进来 就很明确 一个是立陶宛波兰方向 一个呢 北边 加里宁格勒 打通加里 通往加里宁格勒的路上通道 会不会再开闭两条战线呢 其实也取决于西方 西方的制裁全部用尽了 你没有更多的制裁手段了 那对俄罗斯来说 就像很多人讲的 经济要崩溃了 要完蛋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反正已经做了 那就来个大的 恰恰是双方都有余地 双方才能 对吧 和平退场 但凡有一方不留余地 那只能来个大 对吧 同样的西方不留余地 俄罗斯也会来个大的 那就要取决于西方 尤其北约的决心 你要不要亲自下场了 亲自下场呢 要做好打核战的准备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